美国海岸巡逻队队员在佛罗里达州附近的海域 侦破两起贩毒案 起货了254公斤的可卡因和1600多公斤的大麻 总值1100万美元 美国海岸巡逻队警员把一袋袋的毒品搬上码头 毒品中包括可卡因和大麻 总值相等于约1500多万新元 美国海岸巡逻队发言人表示 执法人员是在尼加拉瓜岸边海域拦截一艘船后 起货部分毒品 当局随后在加勒比海拦下另外一艘巴拿马船只 侦破大麻走私案并扣押嫌犯 这是我先详细的周课者吗 和家人站在主要报处